今天咱们要吃的就是这个了 青芒果 它跟平时吃的芒果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是生的 现在整个摸起来也是硬邦邦的吧 跟南方卖的那种青芒是不一样的 据说这个芒果蘸辣椒 在云南呀广西呀 什么柬埔寨那一片区域吧 就是非常受欢迎的 甚至有很多人到了历劫吃不到的话 就会很难受 当然了我对它也是特别期待 它这送了这个辣椒粉跟酸梅粉 行吧咱们赶紧洗一下来尝尝看 先把这个芒果的皮削一下 这芒果削皮吃完还逃一回 这里边确实是挺硬的 而且这颜色看着都是青色的 确实挺生的 不过这个芒果味挺浓的 OK 看着特别像方便面料 跟干吃面里边那个是 好呛呀这个料 蘸辣椒面吃 好生性啊 刚吃进去 这个这个调料的那种味儿啊 它里边也放盐了 就是又咸又辣 那么很怪的一股味道 里边吧就是这个青芒 太酸了 不过我刚才也没注意到 有没有芒果味儿啊 就是口特别重你知道吗 一下我再尝一口 其实辣还好 就是又酸又辣 然后又咸 主要是酸 酸了我这个牙根 难 这口水一直往外流 我觉得它跟这个辣椒面 粘一块之后啊 倒不是说特别黑啊 很难吃 只不过吧 像我这种第一次吃的 因为它味道特别重 嗯 疼很重 所以就有点很难接受 像这种味道啊 我觉得应该有一部分人 会很喜欢吧 这么酸 特别特别的酸 嗯 很酸 但是为什么我这个芒果 不像人家视频里看的那么脆呢 可吃可吃的 我这个好像有点软啊 摸着倒不软 我再来试一下这个小的吧 这个是真的 我觉得应该挺生的吧 啊 咸子啦 还有酸 还有咸 这个倒是挺脆的 我发现它切成条之后 吃的话就是可吃可吃的 味太重了 可能就是口味差异吧 我有点吃不惯 行吧 咱们再来试一下 它们那边另一种口味 来试试啊 它蘸酱油怎么样 在我想象中 我觉得应该会不错 因为它味比较重啊 或许啊 可能会把它这种酸味遮一点 太神奇了吧 竟然不酸了 这酱油是解酸的吗 还是我刚才吃太多了 已经吃习惯了 不过是真的没什么酸味了 天啊 那有种发现鲜辣露的感觉 这个味道怎么说呢 很好接受 我个人觉得很好接受 它没有那么特别了 就刚刚才似的 特别酸或者是特别怎么样的 这味道上呢 就是有点酱油的咸味 还有淡淡的芒果味 酸味基本上吃到了 酸不上特别好吃啊 但是呢就是让你感觉很神奇 总的要说呢 这个芒果炸酱油 还有芒果炸辣椒 这个吃法确实很有低于特色 不过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这么吃的话 嗯 一定会很刺激的 如果想练习的小伙伴们 确实可以来挑战一下 行了 今天就到这了 喜欢我视频的话 记得转发关注 点赞收藏 拜拜